军团杯三大军团成员分布流出 正如前面所说 每支队伍都得采用二主播二职业 以及一清训或者退役选手的分配 值得一提的是 每个军团最终都会淘汰掉一支队伍 或者说淘汰掉五个人 因为这个名单会根据训练赛的表现 随时在做修改 这个还不是最终确定的 这个随时可以调的 无论这三大军团最后被淘汰 哪一支队伍想必都会引发不小的节奏 所以在训练赛期间 对于选手的调配至关重要 更多军团杯后续内容 再某牙就能看了